亲的一年到底要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呢 当感情工作生活全都加进人生时 到底该怎么样调配最适合自己的时间比例呢 感情的困扰透过占星可以帮你从更高的层次来厘清解决方法 工作想升迁加薪转职 透过占星搭配流年更能够掌握决策方向 生活除了看每日星座运势之外 透过星盘工位可以让你知道如何善用手边的资源 活出最好的人生提前布局你的未来 走过疫情的低潮 很多人体会到现在势必要勇敢的做出改变 欢迎来到L风格相谈室 无论在人生决策上遇到什么困难 在这里我们都可以一起找出最适合你的疗愈解方 重新出发 这堂课分为两大部分 分别为基础知识面以及实战策略面 基础知识面呢 我会带领大家解析12个工位 让大家了解12个工位的重要命题 在课堂里呢 我也会举一些名人的案例 让大家可以快速的投射你的学习记忆 同时在课堂里呢 我们会进一步的为大家做一些说明 比方说如果有很多行星呢 都在同一个工位里面 或者是没有行星在这个工位里面 我们该怎么样去分析 怎么样的去参照 第二部分呢 我们就会来谈到实战策略面 会从情感关系 工作职业 还有财富投资 三个方向 为大家带来应对的方式 例如呢 我们在实际上会常遇到很多人 在感情上面临到一些困扰 在现实跟理想当中的摆档不定 比方说呢 你可能遇到条件不错 但是没有感觉的对象 从工位的角度来看 6、8、12工都代表的 断舍离的一个重点 所以呢 这堂课 我们也会来教大家 如何运用这个重点 来重新定义出 真正适合你的选择 我是苏菲亚 我是美国占星协会 认证占星师 同时呢 也是天文占星机构 NCGR的会员 目前主持国际风格 时尚媒体 L台湾星座运势节目 累积超过百万观看次数 与L台湾合作多年 我不仅能够充分了解到 大部分的人 对于占星的好奇 以及仰赖 更能够全方位 带领你了解占星的奥妙哦 了解星盘 可以让你有一个 重新检视自己的方式 找到与人相处的方法 还有工作职业的方向 以及财富累积的决策 这堂课将会透过 星盘解析 公位说明 使用案例 让你变得更好 从外在的Better Life 一步一步走向Better Myself 诚挚地欢迎大家 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 一起Better Myself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